哈喽大家好今天我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或者是任何苹果装置上面计算字数 因为相信如果你今天是有要接触任何的文书工作的话 字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要 像是写文章啊写论文写作业什么的 那我像我自己平常在打稿的时候也需要计算字数 那相信大家应该会发现你今天在文物上面查说 例如说iPhone或者是MacBook要怎样计算文章的字数的话 大家都会叫你去使用一个App叫做Pages 那Pages这个程式有点像是Windows上面的Word 就是一个用来写文章编辑文字的程式这样 那它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计算字数的功能 所以大家才会叫你不管是在iPhone或是MacBook上面 都把你要的这个文章贴到这个程式里面去计算字数 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是结合捷径跟Pages这两个程式 写出一个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只要可以选取文字 就可以立刻计算字数的方法 所以第一件事情大家的手机或者电脑上面 都要有捷径跟Pages这两个程式 那它基本上是内建的 如果你发现你把它删掉的话 可以到App Store把它下载回来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做完之后 不管你今天是在网页 或者是你今天用备忘录写完文字 你都可以立刻把它旋取起来 然后我们按下这个按键之后 它就会立刻跳到Pages里面去计算它的字数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样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捷径 打开捷径之后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接着我们按一下中间的加入动作 接着我们在搜寻它这边打开文件这四个字 接着你就会看到下面的Pages项目里面有一个打开文件 我们就点这个选项 它就会加到我们的这个步骤里面了 那接着我们长按中间这个半透明蓝色Pages文件 然后点选捷径输入 接着上面有一个半透明的无位置 我们点选它 然后我们会看到在中间有一个在分享表单中显示把它打开 然后在下面有一个作为快速动作我们也把它打开 接着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来帮它命个名 我们按一下上面的打开文件 然后这边我们按重新命名 这边我们帮它命个名 例如说算字数 然后这样子我们按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就写完了 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怎样的情况 可以使用这个算字数的功能 今天在任何可以选取文字并且分享的情况下 在分享表单里面都可以按这个算字数的功能 那来跟大家示范一下 例如说我今天在备忘文里面写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想要算字数的话 我可以按一下右上角的分享键 基本上任何可以叫做分享选担的地方 就可以算字数 然后我们往下滑 往下滑我们去找到这个算字数的选项 那如果你这边没有看到这个选项的话 你就重开你的备忘录跟结晶 就是整个把它滑掉之后再重开应该就会看得到了 就点下去之后它就会跳出这个Pages的程式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刚才那篇文章已经转到Pages里面了 下面这边就有一个1290字 那如果你发现它没有跳出这个算字数的视窗的话 你就按一下右上角的编辑 然后这边我们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显示方式选项 里面就有一个字数统计 把它打开你就会看得到你的字数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示范另外一种 今天你在任何可以选取文字的地方 我们把你要算字数的地方选起来 例如说我想要算这一段的文字的话 我就往后选 选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分享有没有 因为大家看到有一个分享 我们就把它分享 然后再去找我们刚才算字数的选项 大家就会看到它就会把这一段把它丢到Pages里面 你就会看到它其实是只有59个字这样子 那我们再做另外一个测试 就是我们到Safari里面去找一篇文章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算这篇网络文章的字数的话 我就把字全选起来 接着往后选去找到分享这个选项 分享然后我们在分享表单里面去找到算字数 就是我们刚才写好的那个捷径 接着它就会跳到Pages里面 下面我就会看到这篇文章是3110个字 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依此类推今天不管你是在任何程式里面 只要你是可以选取文字 并且叫出分享表单 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大家应该会发现利用这个功能 你也可以把任何的文章把它截取到Pages里面 Pages你要汇出任何的档案都是可以 例如说Word的档案或是PDF档之类的 所以算是一个还蛮好用的功能 这样子 还有今天这个捷径也可以在iPad或是MacBook上面使用 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回到刚才捷径的App里面 我们按一下这个算字数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下面有一个分享键 我们按这个分享键之后 我们去找AirDrop 接着我们去找到我们的电脑或是iPad 然后把它分享出去 那分享完之后你就在电脑上面接收 然后特别注意你在电脑上面使用的时候 你选取完文字 接着按右键要点选最下面的服务 或者是英文的Service 然后里面你才会看到我们刚才写好的捷径 然后再按它就可以 那至于一般的分享选单 可能是会找不到这个选项的 那我觉得这个捷径还蛮好用的部分 就是因为之前就算我打文章 我想要计算字数 我也必须要有很多个步骤 例如说我要选取复制然后贴上这样子 那现在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分享的功能算字数 算是简化了蛮多步骤 不知道大家觉得好不好用呢 那另外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中间有发现任何错误的话 都可以直接把这个捷径的程式滑掉 或者是你正在复制的那个程式滑掉 再重新来一遍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那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尝试重新开机 不然就是在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咯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捷径教学很好用的话 也不要忘记给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更多有趣的教学咯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